仇宗又仰赖中国大陆的情形怎么办 到底经济部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能够让这个仰赖能够降低 那我们到目前为止也没看到它降低吗 是不是 因为我们出口的增加最多的是半导体 那半导体的部分呢 相委员就很清楚 那iPhone是在中国大陆组装 所以这个半导体一定要运到 卖到中国大陆去再组装 万一那边同样的一个阶段的话 你的整个经济的部分 你的受伤的部分怎么样解决 人生生的灌烂流 人生的新浪平 社会局窃中央人 这都到底要收信心 喂好 部长好 我今天有五个问题要请教部长 就麻烦部长直接针对问题回答 我的第一个问题呢 要请教的就是说 我们现在台海紧张啊 那我们的天然气的这个 会不会有这个 这个缺货的情形 那我们现在天然气的安全存量 规划到底是怎么样子 我们目前对于这个万一台海之间 紧张情势的话 那这个风险我们打算要怎么样子阴影 第一个我们对天然气的存量 目前都有相关的阴影 我们现在是大概是14天左右 可以阴影只能够支撑14天左右 我们都有在要增加 那个新建储潮让这个存量可以再增加 再往上 可是你新建储潮要多久 确实是要要时间 那我们现在在高雄也有要建新的储潮 还有三阶这个也是储潮的问题 但是现在问题是说 现在我们面临台海紧张的局势 是已经在现在 它并不是说一个未来的 那在现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万一有任何的状况的话 天然气的话 我们怎么解决 我们其实不止天然气 不是我只有问天然气 但是因为一样嘛 我们的能源98% 在过往都是要进口的 所以一定是都有这些船要进来的问题 那万一台海紧张 假设真的发生这些状况的时候 那这个部分会有这个相关的国防的部分的布局等等 那这个 怎么布局呢 国防没有办法去护送你的团队进来 所以简单来讲 假设有这个你的整个沿海地方被 被这个阻绝的一个情形 天然气进不来的时候 你能够支撑我们的这个宫殿 还包括这个我们讲说 园区的这个宫殿你可以支撑几天 我们的宫殿你可以支撑几天 就我的了解这个部分在军事上面 他们会去做沙盘突然 所以经济部不管 不是 所以经济部的规划 经济部的规划也没有做就是了 国防部还没有跟你联络 会是表示将还是说已经有了 就是有在相关的讨论 只有讨论而已 如果立即发生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没有办法解决 第二问题 第二问题是说我们对中国大陆的出口占比创新高 部长我相信你一定很清楚 这个我们较同期年增 32.6% 那出口香港的部分呢 创11年来的新高42.8%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又仇中又仰赖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情形怎么办 我们这个其实很多委员在很早的时候就提出来一个质疑说 这个因应的措施是什么 那到底经济部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能够让这个仰赖呢 能够降低 那我们到目前为止也没看到它降低嘛 是不是 因为我们出口的增加最多的是半导体 那半导体的部分呢 向委员就很清楚 那iPhone是在中国大陆组装 所以这个半导体一定要运到 卖到 送到中国大陆去 在组装 所以这个部分就会让我们 中国大陆跟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呢 确实贸易量是多的 对可是你没有做任何的因应 有没有想到说 你现在占比42.8% 万一那边同样的一个阶段的话 你的整个经济的部分 你的受伤的部分怎么样解决 那因为这个是一个 长期的供应链的问题 还有不仅包括中国大陆 还有包括美国的客户的问题 所以美国的客户他在怎么样做分散的部分 所以我们其实 做了分散的规划了没有 因为基本上面来讲 为什么我说这个数据很恐怖的一个原因呢 是在于哪里 我们都知道那个华为的禁运令啊 华为的禁运令从这个 去年的时候呢 9月多是他最后一次嘛 所以你在9月多之后 你现在出来的一个数据 反而还是增加 已经有很多的 不管是中芯也好 华为也好 都不准去运过去了 在这样情况之下 你的百分比还是持续增加 所以他是很可怕的 因为半导体是大家都需要 所以华为也没办法用的时候 别的厂商一样要用到台湾的半导体 是但是我要请教那个 那个部长的就是说 其实这个你刚提到 说仰赖全球仰赖台湾的晶片 全球仰赖台湾的晶片 并不是只是 这是一个互相的 一个供应链的一个情形 那因为时间有限呢 我要拜托那个部长回应一下 今天早上我在财政委员会的时候 特别又问了一次 这个财政部的部长 他有提到就是说 关于这个虚拟货币的部分 因为上次您没有到 您的报告里面也没有写 因为只有 只有写的这个一页半的部分 其实里面提到虚拟货币的部分 其实只有两行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今天是不是用 今天这样的时间讲说 经济部呢 对于虚拟货币的部分 是不是主管机关 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好 如果你是主管机关的话 经济部做的什么样的规划 因为你在上周的时候 你都完全没有报告 来给你一个机会 可以厘清 跟委员说明 关于虚拟货币其实在 两三年前就跨部会讨论过 那所以跨部会才会提到说 当他如果是一个有价证券的时候 那金管会就用 他的办法来管理 那如果这个虚拟货币 他有这个 因为他涉及到的 会是跟洗钱防治比较有关 所以才会指定说 这样的一个风险 要请金管会来处理 那当时就已经提到 到现在看起来是这样 也就是全球对虚拟货币的管理 看法其实不一致 所以政府部门跨部会讨论是这个样子 那委员提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也会再请国发会 召开跨部会的讨论 所以简单来讲 你认为如果是货币的话 那是这个金管会的事情 如果是这个商品的话 你会请这个国外会 那个部长 为什么我上次上周的时候 会对你不出席 很感冒的一个原因呢 我在这边跟你讲 那天我就讲 元宇宙的商机无限 从NVIDIA 从Amazon OK 从ElaMask OK 然后我们就不讲 这个Facebook的部分 然后还有Google 每个里面所牵涉的商机 其实是台湾的厂商都有关的 所以你经济部 如果不做任何规划 我刚刚听到你 你是讲国发会嘛 不管经济部还是国发会 你总是行政单位嘛 你这些东西不做规划的 一个情况之下 那老百姓 只有看到半导体 半导体还是孙云玄先生 李国鼎先生时代 沿流下来的东西 我们如果在我们的这一代 没有帮创造出来 一些的一个商机的话 我们怎么会对得起 我们的下一代 然后我 我最后一个问题请教 就是说 部长 你看到这个经济的 这个成效 看起来好像很亮地 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会提醒 主计处 说有没有通膨的情形 我记得上次 我在询问你的时候 所有的部会 包括你 你也讲说 有通膨的危机 这个很好 你很务实 但是你的主计长 主计长的部分 他就很铁齿 他讲说 绝对没有通膨的危机 但我要提醒 部长的一件事情 当你去看各个公司 各公司的时候 当他的经济表现 他的revenue都是提高的 一个情况之下 他不是只有营收提高 部长你要考虑到 他每一个是环环相扣的 也就是说 他的成本的部分 当物价指数 我想部长你知道吗 你没有像主计长一样 我还没耍20块钱吗 所以你已经知道 现在的情形 当你的成本拉高的时候 即便他的revenue 即便他的营收 拉高的 因为他的成本 也拉高了 所以他的获利 并没有像你想象的那么好 你的前提认为说 他经济成长 很亮丽的情形是说 成本 原物料的成本不动 然后他的营收增加 这样的情况之下 才会由你讲说 这个是利多很好 但事实上 现在的情形 全球都讲 现在通膨很严重 然后你原物料的成本 你去看国外的 以后我们半导体为业的话 我们的化学品 主要还是来自日本 像这些的国家的原物料 当他增加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想想看 我们的厂商被侵蚀掉 多少的一个获利 这个东西 真的也要拜托 我们行政单位 尤其是经济部 因为经济部跟厂商贴切 其实关系非常密切 如果你没有考虑到 厂商的这些的成本增加的话 你光是对厂商 施加这么多的压力 然后导致厂商呢 其实他的获利不是那么多 可是他又要照顾很多的员工 所以你的问题 其实不只牵涉到 我们台湾的经济发展 你其实也牵涉到 我们台湾的这个员工 他们的失业率等等这些 所以真的很恳切的 拜托部长 真的要未雨绸缪 要提前的规划 不要让我们整个经济呢 因为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 然后躺平 就拜托部长了 谢谢 谢谢 是 嗯